酒駕林隆仁立法院3月26号 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为了恶逐酒駕发生 7月开始只要酒駕被取缔 以酒精浓度不同 跟七机车分流处理 出发机车驾驶人可罚1.5万到9万 汽车3万到12万并掉扣驾照 拒绝酒册的民众可罚18万元 而五年内雷犯者分非可再暗次处罚 那7月1号实施的处罚条例的重点 包含了说已经提高了酒駕的罚还 酒駕的据册 然后据册的累份的一些罚还的上线 大概都有提高 此外交通部也首度加入连座处罚 规定驾驶人酒精浓度 违法刑法标准0.25 统策18岁以上的成年乘客 若明知道驾驶酒駕却不去阻止 会处于600到3000元罚还 但年满70岁以上 行至障碍者运输业乘客不才呈现 不过有民众认为 提高罚还并不是资本方法 我觉得提高罚金的话会 好像也没有比较有用 对啊因为酒会酒駕的人 还是会酒駕就是罚不怕 对啊 就是可能一些其他的 陈储的话应该要增加 至于那个可能陈储的方面 可能需要看有没有教育 因为其实罚金再高 会做的还是会做 交通部表示酒驾或拒绝酒册的垒犯 导致他人重伤死亡等造势行为 可将车辆没入 另外对于成因酒驾 掉下驾照的民众 得先接受酒饮治疗跟教育后 才能重新报考驾照 而他所驾驶的车辆 也需在一定时间内 加装酒精锁 且酒精锁费用 有驾驶者负担 预计明年3月3日 其他细节交通部 仍在协商中 原生新闻 虎数已故台北市 新北市采访报导